國際焦點先來關注的是 美國正值國慶假期 各地都出現極端氣候 像美國西南部有野火跟熱浪 中部跟東部地區則是被雨淡襲擊 芝加哥才被雾霾所苦 馬上又出現暴雨 加拿大野火延燒近兩個月 更多的農煙往外飄消防源 忙得不可開交 我認為全國旅行都非常忙碌 比我可能記得2016年 不只加拿大 美國西北部的華盛頓州 野火又蔓延到5號隧道的位置 恐怕波及上百座的建築 而在往南的亞利桑那州 也無能幸免遇難 這並不代表60%的火都出現 這並不代表60%的火都出現 這並不代表60%的火層 是被燃營運動的 今年美國的國慶廉假極端氣候 俨然成了關鍵字 燃燃會在南的濃郁 會在南的濃郁 但温度會在南的濃郁 會在南的濃郁 我們仍然會有燃營運動 西南部地區飽受熱浪所苦 德州還傳出多起熱傷害死亡案 民眾放假外出 只想去游水的地方 反觀美國中部的芝加哥等地 上禮拜還在為加拿大 飄來的濃煙叫苦 不料幾天過去 又碰上雨淡來襲 部分地區食雨量 飆破70毫米 導致高速公路水淹成災 就連大卡車 都有半個輪胎泡在水中 當地官員表示 這恐怕是芝加哥 1987年以來 還碰過最大的雨勢 從重陽氣到 record-setting crowds July 4th air travel 是被採訪 翌日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screened the most people at airports ever 2.88 million followed by 2.5 million people Saturday and again on Sunday 時下史上最熱的6月 平均氣溫達到15.8度 比1940和1976年6月 所測得的14.9度均溫 整整高了0.9度 今年幾段氣候看起來特別嚴峻 但是部分原因也是受聲音現象影響 中美洲的巴拿马运河近期就因为干旱水位偏低 迫使当局要限制大型船舶通行 事实上当地一座运河水库已经面临干涸 其余南美洲的国家感同身受全长近4900公里 流经巴西巴拉贵和阿根廷的巴拉纳河 一度因为干旱失去河运的功能 严重冲击人类经贸生活 上个月墨西哥还标出50度的高温 今年以来也通报破百人遭热死 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警告 2021年时已经有8.28亿人因气候危机面临饥饿灾难 若问题无法解决 预估本世纪中叶前面临饥饿的人数恐怕再增 8000万人 美新闻综合报道 没有错 全球都面临极端气候威胁 热浪来袭的影响 其实不止英美 台湾也是一样 而且最热的时间还没到 接下来还会更热 详细用赵尔记者李作和 好 这几天天气真的是好热好热 其实在今天的下午 包含了云林 台南 高雄 屏东 以及花莲 是气象局发布了高温橙色38的灯号 也就是高温可能会来到38度 另外包含台北等12个县市 也都可能会来到36度 这么热的天气要持续多久呢 我们看到预报员张承船 他就说这个裤下真的要来了 像是本周的天气会越来越热 而且在局部的地区 很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也提醒观众朋友 如果出门的话防晒 记得要做俗也要多喝水 另外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东南部容易会出现焚风 那么他也提到说 至于在雨势的部分 周三开始雷震雨会主要剩下在山区的地方 另外周五周六会是最热的时间 这个最热可能大台北地区 会来到37度以上的高温 这么天热的天气就要小心中暑了 真的会是比较严重的健康风险 然后透过关键的预防方法 也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 不用受到中暑的危害 周一社就指出 夏至时节一定要随时随地补充水分 饮食尽量清淡 也要避免过度劳累 如果从事户外活动 就一定要做好防晒 最好选择清晨或傍晚 比较凉爽的时候进行 台湾夏天特色 就是温度高湿气重 这样的闷热感 其实也会造成体感温度升高 比较会对人体造成热压力 若无法马上排除 很容易发生热伤害 出现症状像是体温高 头痛 头晕 恶心想吐 全身无力等 状况严重者可能会意识不清 有很高几率是中暑 我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 因为气温很高 那一些户外工作者 或者有些在户外操练的 这些阿兵哥们 因为散热不良而引起体温升高 那这个时候我们所谓的 这个就是热中暑 那这个要赶快送医院 那另外一种最常见的重暑 是叫做重阴暑 原因就是说我们的体温 调节不良 那像很多上班族 在上班的时候在冷气房里面 温度比较低 但是到了中午要吃饭 买个便当 或者外面吃饭换回来 又开始在寒冷的环境里面 因为体温的调节的能力差 所以温差 调节不良而引起头痛 中医师指出夏至时节 一定要随时随地补充水分 饮食清淡 更要避免过度劳累 日常生活中 能够有一些像消暑的饮料 像山楂 或者像一些像货香 这些薄荷 这些当做茶饮 那平常它有消暑的作用 它的效果会比较好 古时候叫做阴暑 什么意思呢 它不是真的中暑 它叫冷热不和 也就是说我现在外面 40度 38度 39度高温 外面很热 我流了一身大汗 可是我进到室内的时候 它反而是什么 27度 26度的冷气房 这个十几 20度的温差 它会造成我们人体 在体调节体温上 流汗的一个障碍 所以这时候你也会觉得 为什么突然一下子 就头闷闷重重的 不舒服 昏昏的想睡觉 那这个其实中药 我们开立的处方 就会跟我们刚刚讲的 阳暑是完全不一样的 若要摆脱夏季炎热 造成体内湿气重的问题 中医师认为调整饮食 减少喝冰凉甜饮 控制冷气温度 洗完头后 马上吹头发 下半身肌肉训练运动 也能除湿气 其实中医对于中暑 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见解 第一个 大家都知道这个暑 是特有的 第一个就是湿气很重 我们所以中医对去湿 有很大的效果 第二个就是热 所以大家就觉得湿热 其实就是闷闷热热的 那所以中医不止清热 还要去湿 中暑分为阳暑与阴暑 由不同原因造成 因此改善方法也不同 关于中暑这个问题 要先跟大家厘清 就是在中医传统 有所谓的阳暑跟阴暑 那什么叫阳暑跟阴暑呢 它的意思就是分两种 我们先想象说 你今天工作的长暑 是在一个炎热高热 会一直流汗 大汗的地方 什么样的人呢 比如说在外面跑外送的 或者是你是一些 蓝领阶级在工作的 在工厂的 没有冷气房的 那这种人 他就会大量丧失提议 夏天若从事户外活动 必须做好防晒 多补充水分 最好选择清晨或傍晚 叫凉爽时来进行 就是中医有一个重要的 清热的穴道 就是手上这个叫 曲磁穴 那曲磁穴可以搭配 虎口这个叫河骨穴 所以曲磁 河骨加大锥 就可以很容易 把身体的这个热 把它宣散掉 那去湿呢 最重要就是中医说 要健脾立湿 也就是说要透过肠胃 把这个代谢消化吸收 调整好 就可以把湿气排除 中医师提醒大热天 如果排汗系统出了问题 体温飙高40度以上 会昏倒中暑 一旦中暑 患者的体内对电解值 温度代谢出现异常 若没有妥善处置 严重者致命风险高 TVBS新闻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